我们今天到底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 大家有看到这个标题 就是我们这辈子到底在追求什么 也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常常的某种程度 会有一些自我的怀疑出现 或者是我们遇到人生当中的某些困扰 我们会开始不够坚定说 那我到底这是不是我要的 我到底在追求是什么东西 好我想 各位我们今天这个题目 就是上完课的时候学人就问我说 老师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让自己更快乐一点 好来 各位你有方法吗 但是我这样想 如果假设今天是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的家人 然后来问你说 我到底要怎么做 才能快乐一点呢 好如果你是一位老师 你的学生这样问的话 各位大多数的人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他可能会说 那你为什么不快乐呢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很容易去想说 对啊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快乐呢 好各位 那通常这个问题一出来 90%的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 OK好 通常你得到答案会是 就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 好你有没有听到这种感觉叫做什么 叫做无病呻吟 对不对 好 可是呢 各位其实这样子一种 所谓的无病呻吟多不多 多 我们现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某种程度 大多数人并不是遇到什么样子很痛苦啊 然后或者是说 遭遇到多大打击啊 那你会发现到 有的时候反而是很痛苦 遭遇到很大打击 好人生跌到所谓的谷底 可是其实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是往往 各位这些经历 反而是一种往前进的动力的养分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很多的成功的人士 他们好像总有这些故事 可是其实大多数的人是什么 就是感觉起来每一天 不就这样子吗 那感觉起来好像 你并没有真的 怎么这样讲 好像庸庸碌碌平凡的过这样的一生 好 那么到底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怎么做才让自己快乐一点 好 各位 来 如果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的话 那我们就先来讨论 那到底大家都认为什么是快乐的事情 各位 好 你懂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吗 来 没有什么值得快乐的事 其实意思就是在告诉自己 我不应该快乐 好 各位 从阿德勒的角度来讲 其实就是你 其实内心当中你是不想快乐的 好 所以你创造了这个怎么样 这个行为想法 因为你的目的才会产生这个模式 对不对 好 所以既然不应该快乐 就表示如果我现在很快乐 是很奇怪的 那我为了维持这个一致性 我大概每一天 我要这样子感觉到不快乐 好 这其实也就是说 不快乐是正常的 是合理的 你没有需要 这样讲 没有需要快乐 因为你没有理由快乐 好 OK 那所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 通常我们有理由快乐 那时候是什么样的理由呢 我想大家都应该听过说 我们的中国古语 他说什么 他说人生有四大乐事 好 各位 考验一下大家 来 想象一下 到底今天 你们的中文程度如何 人生的四大乐事 是哪乐事呢 好 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叫做什么 第一个叫做 他相遇孤子 对不对 第二个叫做 酒汉逢甘霖 第三个叫做 金榜提名师 第四个叫做 洞房花竹叶 好 OK 来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一件事情是什么 这四个快乐的事情的 共通点到底是什么呢 好 你没有发现到 无论是他相遇孤子 酒汉逢甘霖 金榜提名师 还是洞房花竹叶 都是满足内心的渴望 所以呢 各位 好 嘉佩说 跟随自己的热情 去做事情 那问题就来了 那问题就是 那热情是什么 各位 在老师昨天的 这个分享里面 对这个热情的定义 下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注解 那如果 这个我们的会员 你在看我们这个线上 这个书籍的分享 会提到 热情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去追求 某一件事情 各位 你有热情 就是有热情 你没有热情 就是没有热情 不是因为做了那件事情 有热情 好 那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因此没有值得快乐的事情 其实就是少了渴望 你也可以说 这个渴望 某种程度 就像热情一样 好 来 说穿了 就是没有什么好追求的 你觉得人生当中 都没有什么好追求的 好 来 那有没有可能呢 那这个四大乐丝都不热呢 如果假设今天 你没有要追求的 你先想想看 来 我们稍微改一下下 你就会发现到说 就算遇到刚刚的事件 事情 也不见得是快乐的事情 来 各位 固执是仇人 对不对 好 对不对 然后呢 各位 甘霖来晚了 好 什么意思 虽然酒汉逢甘霖 可是一切都来晚了 好 你的家人可能因为这个酒汉 已经生病过世 就在这个前一天 那隔天甘霖才来 各位 再来 金榜早内定 也就是说 虽然你是怎么样 金榜提名了 可是你早就事先就知道了 各位 你早就知道 反正呢 我已经怎么样 被内定说会上了 好 各位 第四个叫做 洞房非所爱 好 当然老师呢 只是把它改变一下下 可是关键点在哪里 我只是告诉你 重点不是这个事件 让你感觉到快乐 而是你内心当中 有所追求 有所渴望 有盼头 你的人生是有盼头的 因此重点不在人生发生了什么 各位 快乐的人 不是处于某些情况的人 而是采取某些态度的人 所以你要去追求的 一直不是某一件事情 发生 各位 你要去追求的 一直是拥有某些特质 各位 是那些特质 让你感觉到快乐 我们的人生使命 不是设法找到快乐 而是追寻 寻 及找到自我的价值 所以刚刚嘉贝说得很好 她说当我们用热情 追求我们的事情的时候 这一句话 其实老师要翻译 并不是我们追求我们的事情 而是我们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在 想办法发挥我们的价值 所以各位 不见得是在工作上而已 可能是在跟人的互动上面 可能是在家里面 所以想象一下 也许我们的 这个爷爷奶奶那一辈 她某种程度 并没有所谓的 这个多大的梦想理想 可是她这一辈子 每一天呢 为了这家人 然后怎么样 各位心情的付出 她觉得因为有她 她的孩子才能这样长大 各位 她有没有贡献自我的价值 有 但是你去问她说 你真的喜欢 你现在你在做的事情吗 你当全职的这个家庭主妇 你这辈子就为我们 这个家人在张罗 这真的是你的热情吗 各位 如果假设用我们 现代的想法去想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她一定没办法回答你 她一定不知道说 这就真的是 我这辈子的价值 热情之所在 就在这里吗 我在做我有热情的事吗 各位 其实并不是 但是她每一天 某种程度 她都很精彩的 很充实的 去过人生 原因是因为 她内心当中还是有渴望 她希望她的孩子长大 她希望她的家人 可能衣食无鱼 她希望每一个人 健健康康的 各位 所以当你今天有盼望 有追求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也同时怎么样 在贡献自我的价值 各位 所以快乐就是你的渴望 加上希望 不是瞬间的感觉 而是让你每一天 一直存在的动力 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快乐呢 因为你没有动力 各位 你没有动力去追求 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你会很羡慕小孩子 为什么小孩子 我们常常认为说 他们很快乐 其实他们不是很快乐 是他们充满活力 他们很想赶快长大 他们很想摆脱控制 各位 这一些东西 都会让他的生命 丰富精彩 所以你现在懂了吗 来 所以老师呢 在昨天分享 这本书里面的时候 各位 那到底我们这辈子 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那这一页PPT 我们昨天现场 还没有机会讲到 因为我们现在呢 在现场都会更多的互动 好 那我们事后 我们都会怎么样 都会再去 跟我们的伙伴 再分享完整的 这个线上书籍的导度 好 第一个 其实有一个关键 就是你要记住 其实你不只是 经营你的人生 什么意思呢 其实你的人生 会影响身边很多的人 你可能一句话 就像老师 现在在跟你们互动 也许某一句话 打动你 也许某一句话 就改变你 所以我的人生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我而已 我们做的事情 和不做的事情 其实都展现出 我们是怎样的人 所以不只是你做什么 还有你选择没有做 各位 你可以做 却没有做 其实一样道理 也在展现出 你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每一天 你要问你自己 不只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什么 而是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做 却没做的事情 你就会发现到 你的明天 可以跟今天不一样 各位 第二个 生命的奥秘 各位 你要记住 其实我们要你活在当下 并不是要你不在乎未来 而是什么 而是你要用觉知 去创造未来 所以就是这个此刻 你有发现到什么 各位 在书里面讲了一句话 真的讲得很棒 他说 评断你今天的 并不是你今天 有什么收获 而是今天 你摘下了 什么样的种子 各位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那个摘下种子的意思 就是当下觉知的那一刻 而这个种子 影响的是未来 所以我们活在当下 绝对是怎么样 不是不在乎未来的 OK 好 第三个 各位 我们的心 就像降落伞一样 什么意思 没有打开 就没有作用 各位 那什么叫做打开呢 好 记住 这句话 各位也值得你深思 不要以你想要对待 这个 被对待的方式 来对待别人 你记得 因为我们以前常讲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以前都说 你用对待 你想要怎么被对待 就怎么对待别人 对不对 好 各位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更深入 不要以想要别人 对待我们的方式 来对待别人 而是要以想要别人 对待我们的方式 先对待自己 所以你就发现到一件事情 各位 你希望别人怎么爱你 你就要先用这种方式 来爱你自己 各位 所以当你感受到这件事情之后 别人自然而然的 就会这样对待你 所以各位 这个过程当中 你开始了解到 我们要让我们 怎么让我们自己快乐 不是外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才快乐的 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在 好 来 最后一个 三层次的快乐 所以其实老师 刚才跟你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包含在这里面 我们第一个层次的快乐 叫做什么 叫做短暂的快乐 来 你现在可以想象一下 来 什么事情会让你有 短暂的快乐 好 其实这就是我们俗称的什么 小雀星 对不对 有可能是吃了一个美食 有可能看了一部很棒的电影 读了一本很棒的书 它都会有短暂的快乐出现 好 那这第二个层次 就是获得的快乐 所以你得到什么的时候 你会快乐呢 就刚刚讲的 其实这个所谓的金榜提名时 各位 所谓的这个 洞房花竹叶 有可能就是获得的快乐 但是呢 最后的就是什么 达到的快乐 所以金榜提名时 跟洞房花竹叶 这种快乐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 我在回想我这个过程当中 我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现在 所以这种达到的快乐 各位 其实某种程度呢 会让你在过程当中 会也觉得每一天充满动力 只是呢 我们只是往往在最后的时候 才感觉到说 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我在追求的一切 可是其实最重要的是 过程当中充满了动力 经营你的人生 好 这就是老师今天想跟你分享的 好 各位 星期五早安 那我们很希望 我们每一天呢 在看我们直播的伙伴呢 其实怎么样 每一天 真的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 有所追求 有所渴望 然后充满力量 是的 历程说这个快乐的关键点 也是这个签约收件 好 这也是一种达到的快乐 好 来 各位 来 我们来 跟大家分享 今天要谈的就是 其实满足从来不是因为外在的事物 而是因为你内在的解读与感受 所以 不要再去讲说 人生当中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快乐的 各位 其实事实上每天有发生很多的事情 只是你把焦点放在什么地方而已 那 昨天分享的这本书 真的大家值得读 如果你没有时间读的话 你就可以怎么样 看老师这个线上的分享 但最重要的关键点 并不是只是读而已 而是怎么样 而是怎么样 解读 落实 内化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 在书里面告诉你 三个关键 你的行动包含三个 就是你内在的心态 跟你口语上的表达 以及外在的生理条件 知识动作 这三个都要一致性 各位 你才能够真正的创造出你想要的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 大家早安